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的高光时刻,穿着低领长裙走红毯 影帝亲手为他提裙摆 杨子一十岁就开始在影视剧中展露头角了 同兴时代的时尚,为杨子的演艺之路夯实了基础 大学毕业以后的杨子,演艺事业顺风又顺水 出演的影视作品很受欢迎 也拿到了不少和演戏有关的大奖 走红毯也成为了杨子的家常便饭 杨子走红毯时创造了很多高光时刻 至今为止,杨子走红毯时创造的高光时刻还在被流传 11月4日,就又有一位娱乐博主在网上分享了一个 杨子走红毯时创造的高光时刻 该娱乐博主晒出了一组杨子穿黄色低领长裙走红毯的照片 并配闻杨子走红毯的次数很多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穿黄色低领长裙走红毯 无论是造型还是待遇,都很令我惊讶 影帝亲手为他提裙摆,这是何等殊荣 毫无疑问这就是杨子走红毯的一次高光时刻了 该娱乐博主的言论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阅读量超过了700万 这一组杨子走红毯的照片也在网上走红了 从该娱乐博主晒出的这一组杨子走红毯的照片来看 这应该是杨子去年参加电影节走红毯的照片 时隔不到一年 这一组杨子走红毯的照片被翻出 居然阅读量超过了700万 光是从这个流量数据来说 这都算得尚是杨子的一次高光时刻了 一直以来 杨子走红毯时 他的造型都很保守 不会穿太显身材的衣服 这一次杨子走红毯时 穿了一件很显身材的衣服 大方地秀出了自己性感的一面 不仅杨子的正面很美 而且杨子的侧面也令人心动 不得不说 杨子这一次走红毯的造型确实挺高光的 在该娱乐博主晒出的这一组杨子走红毯的照片中 有一张影帝为杨子提裙摆的照片 从影帝的表情和动作来看 他似乎很享受为杨子提裙摆 娱乐圈中走过红毯的女明星很多 但是享受过影帝为他提裙摆的女明星很少 杨子这一次走红毯的待遇确实令人羡慕啊 这一组杨子走红毯的照片曝光以后 有一位网友在评论区留言 确实算得上高光时刻了 还有一位网友在评论区留言 影帝给杨子提裙摆 杨子太荣幸了 甚至还有网友认为这是杨子走红毯最好看的一次 杨子穿黄色低领长裙走红毯 造型是惊艳的 待遇是高级的 这样难怪大部分网友都认为这是杨子走红毯的高光时刻 话说回来 你们觉得这是杨子走红毯的高光时刻吗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